在連續有很多的相同的不熟 要寫的不一樣 基本上如果不會寫就是做粗吸啦 會寫才做變化 不會寫的話粗吸寫一寫就好了 看起來只要不一樣就可以了 這樣比較好寫 好 上面大概長高 下面大概長扁 刺足筆 提供準備讓它靠近一點 這叫靠近一點 這樣字就會看起來很緊 好 靠得很緊 帥 帥 準備把它拉得長 拉得長最好的方式就是橫畫 寫短就可以了 這個想要寫短字就會長 這個寶塊頭肯定是最寬的 可以讓它往旁邊 往旁邊的這個背就可以往下伸展 可以 我一杯真的是粗細細粗啊 隨便寫 只要看起來不一樣 效果就很好 好 如果沒有變化 粗細細細還是多少給它一點 口抬高 口抬高原因是因為那隻鳥 這個皮我想讓它生長 所以它必須要抬高 縫的話 左邊右邊都是勾的翹的 這邊也是勾的翹的 它可以出去 因為會被很容易的穿出去 書要寫宅呀 不然擠不進去呀 寫宅寫宅 寫小一點 馬可以寫稀一點 就可以寫扁一點 衛邊有時候那個外型差距比較大 不像湯凱 來 撇低 點高 這裡我決定讓下面生長 這一點這一點生長 有斜度 可以往下斜 撇後面可以再加重一點再彈出去 可以寫扁一點 扁一點的話就是把這個筆畫拉平一點 不要往下斜 往內縮 背 中間收緊 放鬆 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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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寫得比較鬆 長短部一 支撐點 寫低 這個撇就是要旁邊拉過去 最後一最後一次 我再開房 請坐 放開 有個冰箱 沒用 開櫻子